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掩盖不出丑恶的罪行 死因离奇的年轻少妇引发身后众说纷纭 平常被害人陈小燕是如何称呼你的 有时的叫老板有时的叫群人 我觉得就遇到她是觉得这辈子是比较幸福的 就是那年轻这么年轻就走了就像孩子 少妇因何而死 庭审现场本期节目 倾信他人的少妇即将播出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掩盖不出丑恶的罪行 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觉得很蹊跷 然后心理现场的时候就非常的仔细 然后就在这个现场里心里也发现了一具尸体 一具被烧毁的尸体 死因离奇的年轻少妇 引发身后众说纷纭 你与本案的被害人陈小燕是什么关系 情人关系 平常被害人陈小燕是如何称呼你的 有时的叫老板有时的叫情人 我觉得就遇到她是觉得这被子是比较幸福的 就是那年轻这么年轻就走了就像孩子 少妇因何而死 庭审现场本期节目 听信他人的少妇正在播出 2012年12月13日凌晨 出租屋里突然着急大火 突如其来的灾难 带来极大的财产损失 算是 算是起码就是三十万作用 时间已经过去八个月 随消防员一起灭火的四川省仁寿县公安民警 对于当时的火灾现场依然记忆犹新 我们上来的时候这些墙全都是被烧毁了的 烧毁了的 然后进来这个 进了这个第二道门的墙 直接可以看到里面的 全都是烧毁了的 很惨的 起火点在第一个房间 当时房门从外面上了锁 里面大火汹汹 为了灭火 消防员扩门而入 大火被扑灭之后 房间里面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 全部到了派出 然后就进行清理 结果就发现 有一名叫陈晓燕的女人没有来 然后我们就怀疑这个死者 就是叫陈晓燕 房间从外面被锁上 里面燃起了大火 这位女性死者是被人杀害 还是因为房门紧锁无法逃生 烈火焚烧 面目全非的尸体 究竟是不是这个房间原本的住客 她的死亡 和这些火灾又有什么联系呢 这明显是有人故意为止 我们就认为这个应该是一起案件 然后才 才着重开始排查 我是七七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评审现场 警方最后查明 这起火灾不是偶然事故 而是人为纵火 死者是这个房间的租户 名叫陈晓燕 事件证明 她是在昏迷中被活活烧死 陈晓燕怎么会昏迷 房间又是如何燃起的大火 到底是什么人要用这么残忍的方式 杀害他呢 案发第二天 犯罪嫌疑人杨茂军 落入了罚网 他就是涉嫌杀害陈晓燕的被告人杨茂军 现年四十六岁 农民 绰号黑娃 下面核对被告人的基本身份情况 杨茂军 大 你是否绰号黑娃 对 男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出生 汉竹 对 四川省人寿县人 文马 农民 对 现在开始法庆调查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本院受理后 依法询问了被告人 告知了被告人相关诉讼权利 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 期间延长审查起诉期限15天 现身查查名 内海人陈晓燕是四川省平昌县人 2008年在外打工期间 与工厂同事黄建青相识相恋 随丈夫到远离父母五百多公里的人寿县定居生活 在一起差不多有一年 然后回来的时候 他父母是不请愿让他过来的 然后他是强制让他不顾父母的反对 一起过来的 妻子陈晓燕不顾父母的反对 不嫌弃经济条件差 和自己结婚组成家庭 婚后孝敬公婆 抚养幼子尽心尽力 黄建青感受到了妻子对自己的真情实感 夫妻俩感情一直很好 毕竟家里面的条件经济不是很好 对于他来说的话 我觉得他对这个家付出的是很多 对小孩 我觉得自主 我遇到他应该是我的一辈子 比较感到比较幸福 他们俩的孩子现在仅仅三岁 为了避免伤害 黄建青至今不敢公开妻子被害的消息 孩子只知道妈妈到很远的地方去工作 不方便回家 而妈妈两个字 也已经在全家人的言谈话语中消失了很久 案发前一个月 陈晓燕到离家十公里的 富家镇一家化妆品店打工 案发前一星期 从亲戚家搬入与单位一条马路之隔的出租屋 陈晓燕被害之后 全家人都很悲痛 他们无法理解自己亲人逝去的突然 起诉处指控案发当天凌晨1点30分左右 被告人姚茂军和被害人陈晓燕 因为琐事发生抓扯扭打 姚茂军掐陈晓燕脖子 补其面部致其昏迷 姚茂军放火之后逃离现场 燃起了大火把陈晓燕烧死 并蔓延至相别人的房间 本院认为 被告人杨茂军 故意纵火焚烧他人财物 严重危害公共安全 致义人死亡 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其行为分别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115条第一款和第232条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被告人杨茂军 构成犯火罪和故意杀人罪 被告人杨茂军 其诉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 是否诉实 是 诉实 对指控的事实有无补充 没有补充 下面由公诉人 对被告人进行询问 被告人杨茂军 供认就是自己残忍杀害的陈晓燕 至于他杀害陈晓燕的原因 居然是俩人关系太好 你与本案的被害人陈晓燕 是什么关系 情人关系 情人关系啊 平常被害人陈晓燕 是如何称呼你的 有时也叫老兵 有时也叫情人 被告人和被害人 如果真的有特殊关系 杨茂军 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情人呢 杨茂军供述 案发当天 他两次前往被害人房间 一次是中午 去给陈晓燕做饭 第二次是夜半凌晨 杨茂军 再次进入了陈晓燕的房间 那么2012年12月12日的晚上 你是如何进入被害人陈晓燕的房间的 今天晚上我们吃了饭嘛 就外面换了点酒就回去了 杨茂军你听清楚公司人的讯问 公司人讯问的是 你是如何进入到被害人陈晓燕的出租房的 他将我配了钥匙 配了钥匙 打开进去的 那么你进入被害人陈晓燕的出租房之后 做了什么 进去就到他床前 床前那时候 这么晚了还没回去 我说没回去 杨茂军你听清楚公司人的讯问 公司人讯问的是 你进入被害人陈晓燕的出租房之后 你与陈晓燕之间做了什么 他就说这么冷了 你没回去 你就好凉了 然后就上床围着 上床围着 围着以后做了什么 就发生性关系 发生了关系对吧 杨茂军辩解 自己再次求欢时 被害人翻脸横踢自己下身 由于疼痛难忍才杀人放活 都愿对方首先下毒手 那么你掐了被害人陈晓燕的脖子之后 你当时看见陈晓燕是一个什么状况 掐了他的脚 分了 你掐了被害人陈晓燕的脖子大概有几分钟 没有多久 分八重吧 你分多钟对吧 那么当时他是一个什么状态吗 你当时看见他是一个什么状态 他分了 分了之后你做了什么 分了之后我说完了 没动了 陈晓燕昏迷之后 杨茂军就做了什么呢 就把他就放在那个打火机那里 把衣服点燃 丢在上上就走 就是说你发现 你认为把他掐死以后 你就用打火机点燃了衣服 然后放在陈晓燕的房间 然后就走了 是不是 本来我把自己人也一下子 你直接回答公司人的提问 对 是不是 杨茂军不仅没有救助昏迷的被害人 反而放火之后 反锁大门一走了之 就是说你为什么在知道 自认为已经将被害人陈晓燕 掐死以后 不对去进行救助 反而要采取放火的手段 那个手真的 真的 那个手 当然他死了 没有感觉了 你点了衣服之后 是如何逃离现场的 就走回家的 走回家的 在逃跑的过程中 你做了什么 逃跑的过程中就 把大家我给他扑在钥匙扔了 扔到钩钩里面去 辩护人对杨茂军有发问 有 辩护人认为 杨茂军是一时冲动 助成大错 而且认罪态度良好 杨茂军 你刚才这个公诉机关 对这个起诉状已经说了 你是否自认认罪 对认罪 第二 你在这个之前 你是否有犯罪前科 没有 就是如何杀他 有没有欲谋 有没有策划 没有 丈夫心目中 痴情疑甜的妻子 在被告人口中 居然是出强红性 我说我要打工 在那里挣钱 他说一辈子就不要见我了 他说一辈子就不要见我 被害人是否咎由自取 家属提出强烈质疑 就是这个男孩嘛 他说这些话 我根本都不相信 因为我根本都不相信 他会做出这种事来 打工少妇 因何被害 杨茂军当庭承认杀人罪行 但是他的辩解 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试想一下 如果他和被害人之间 真的是情义黏绵 双方打情骂俏 为何杨茂军要狠狠掐住 女方的脖子一分多重 直至被害人 没有一丝挣扎 从杨茂军和被害人 先后向对方的要害 痛下杀手 毫不留情的情节来看 他们两个 真的是情人关系吗 法庭调查 杨茂军 本庭补充讯问你几个问题 你结婚了 结没结婚 现在家庭情况是怎么样的 家庭过一个人 一个爸爸 你老婆了 妻子了 没有了 怎么没有的 我儿子两个多月就走了 你孩子多大了 孩子多大了 小孩多大 十岁 十岁 然后妻子在小孩 两个多月的时候就走了 后来就没联系了 是吧 他为什么要走 不是大二 他是外申的 你们当时 办理结婚手续没有 没有 你平时 从事什么职业 没有什么职业 那你什么维生 就是打工 打工 一般在哪些地方打工 都是在那些工地上 工地上 打工 杨范君家里 一贫如洗 直到35岁 才花钱 买了一个媳妇 明知不合法 就没有办理 结婚登记 孩子出生 仅仅两个月 女方就趁他 看管不严 跑回了老家贵州 时间来 杨范君 一直没有结婚 而是自己 护养孩子 以前那个老夫 就是 应该幸福 一般活不来 还有不幸福 就不想找 对 找了 还有一个 找了 再带一个好孩子 他 强烈恐怖 这个人就没办 对 46岁的杨范君 和比他小 15岁的被害人 陈萧燕 又是怎样 产生的瓜葛 据你所 供述所称 你和陈小燕 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两年前 两年前 你们平时 交往的时候 多不多 平时交往的时候 多不多 多 多是什么概念 什么 多长时间 见一次面 差不多 就是一遍 你不是在外地 打工吗 对 又是打电话 连续 又是回来了 就见见了 你们这个 这个事情 就算你们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有没有其他人知道 没大 不知道 嗯 面对法庭讯问 杨范君辩解 自己和被害人 偷偷交往 已经两年多 那么 他如何对待这段 不为人知的感情呢 我再问你一下 按你的说法 你把陈小燕 掐昏了以后 你点火 把她的衣服点了 是吧 对 你点她的衣服的时候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你为什么要点衣服 被害人租住的房间 是房东在房顶上搭建的活动板房 几家租户在公共厨房 用灌装煤气做饭 公共厨房 也是跟这个出租房 紧连在一起的 那么里面还有煤气管 你知不知道 这个放火会发生 怎么后果 还是赶紧消费 其实就好 不然的话 把煤气管 刷在里面 杨范君一口咬定 自己只是一时冲动 杀害陈小燕 甚至把放火行为 辩解为 想把自己烧死 被害人家属 感到这样的言辞 很荒诞 杨范君承认 夜半凌晨 打开陈小燕房门 所用钥匙 是自己偷偷配的 由此引发了 被害人丈夫的疑问 2009年开始就过来 这差不多有四年多了 一直在一起 这次去盘子花打工 这两个月是最长的时间 应该是最长的时间 在丈夫看来 妻子有外遇 长达两年时间 而自己不知道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丈夫对妻子 非常了解和信任 不相信妻子有外遇 更不相信杨范君的辩解 因为他说话 他这个人做事说话 都比较直 就是说不会 心里面有什么说什么 反正你让他有一点事 瞒在心里面的话 他就感觉到很别扭 每天 反正就好像 把那个脸 现在心里面 他是装不住事的 被害人的婆婆也认为 杨范君和自己的儿媳妇 仅仅是普通朋友 认识而已 绝不是什么特殊关系的好朋友 没想到承认偷配钥匙 被人认为 之前的供述 只是一面之词 被告人杨范君 改口翻供 变称自己没有偷偷配 被害人的房门钥匙 激情犯罪 一般被认为是 当事人在某种外界因素刺激下 因心理失衡 情绪失控 而产生的犯罪行为 杨范君坚持辩解 自己和被害人是情人关系 没有故意杀人 只是要害部位受到重击 才一时冲动 就是希望被认定为 激情犯罪 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激情犯罪 相比较有预谋的 故意犯罪而言 情节较轻 在量刑时 王范家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杨范君杀人放火 究竟应该怎样定性 还需要拿证据说话 现在进行法庭举证 先由公诉人举证 公诉人为方便了本庭的治证 公诉人对相关的证据 与分组出事 首先出事的是 被告人杨范君的供诉和辩解 杨范君有11支供诉 其中9支供诉均承认了杀人与犯火的事实 公诉人当庭宣读的被告人供诉和证人证言 揭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事实 晚上11点半 他给我打电话 说我在哪里 我说我就到你那里去 陈彦表示同意 变魂和姚范君对于公诉人所举证据没有意义 下面出事第二组证据 证人证言 首先出事证人 于秀侠的证言 被害人居住的出租房 每户之间用板材做墙 简单隔断 没有单独铺设天花板 邻居们清楚的知道隔壁是否开灯 如果聊天 不用出房门 声音清晰可闻 证人于某是被害人陈萧燕 一墙之格的邻居 他听到了案发全程 一会儿于秀侠就听见隔壁房间有人起来开灯 接着灯就亮了 于秀侠听见有拉拉链的声音 又听见打火机打火的声音 然后灯就被人关了 接着有人出门 将门关得很响 门关之后 好像有人离开 接着四楼的大门 有四楼大门的声音 于秀侠感觉不正常 就穿上衣服 去敲隔壁的门 但房间没有任何反应 于秀侠文件房间里有一股烧焦的味道 由于隔音太差 证人于某听到了隔壁被害人房间传来的细小声音 那么于秀侠侠供述这个 两次按打火机开灯的声音的一个细节 与被告人杨茂军供述自己点火的时候 两次点 就是两次开打火机才点火点燃之后 这个细节是能够相互印证的 于秀侠侠同时证实在 12月12日中午11点过的时候 自己看见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 提着菜 用钥匙打开了陈燕的房间 之后这个男子就在那里煮饭 与被告人杨茂军的公诉也是能够相互印证的 于秀侠侠还问过 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关系 也就是本来的死者是什么关系 那个男的说 这个女的是他的表手 杨茂军在厨房做饭也被其他邻居所目击 253至256页 自己搬进出租房之后 看见有个男的来找过本案的死者两次 那个男的还给死者煮过饭 听女朋友说 那个死者是男的的表嫂 还有多名证人证实杨茂军以老表的名义 去过被害人单位 这人王立军的证言 在军的262至263页 主要证实自己听汪彦说 陈晓燕有一个表哥 有一个表哥来自己来店里面找过陈晓燕几次 有一次王立军还听陈晓燕也说过他的表哥要来接他下班 被告人杨茂军 对以上四人的证言有意义 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本案所有照片证据 公诉人请继续举证 那么现在公诉人将涉及本案的所有照片 请法警将交由被告人及被告人辩护人 与确认 出示的照片包括就是 有街上判查的照片 杨茂军带领公安机关 找到就是陪丢起约市的那个 就是找到约市的那个线上的那个照片 然后由杨茂军组征查试验用 找到这个约市来打开这个北韩人 逐逐上抵露大门的这个照片 然后还有就是从杨茂军当天作案 说出来遗物的照片 杨茂军全是活了就是 陈小野秋苦的这个照片 是不是就简单做一下这个说明 杨茂军对以上照片有没有意见 公诉人出示了案发当天 杨茂军和被害人之间的通话记录 就说明当天就是至少能够证明 杨茂军在当案发当天的就是10点29 至下午的19点42分这段时间 他是在就是福家的街道附近 那个就是这边 公诉人最后出示了一组鉴定报告 下面出示第四组证据 鉴定结论及鉴定结论通知书 首先出示法医学尸体检验 鉴定书17号 结论为生前烧死 隔壁邻居只是听到陈宵燕遇害时发出的声音 甚至打火机点了两次火的声音都能听清楚 但是没有听到一点二人亲热时所发出的响动 杨茂军所做的晚上11点半 接到受害人的电话要求他前往房间 与两个人七点多之后就没有通话记录的事实也不相符 因此现有证据只能够证明杨茂军与被害人来往频繁 但是不能直接证明被告人和被害人一定有婚外情 那么应该如何给被告人定罪量刑呢 杨茂军荒诞的杀人理由无法得到印证 和平时和陈接触的这些我们全都在救 大家都说他们只是有一件电话上的理解 那实质上的关系大家都不信心 辩护人坚持认为杨茂军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试想如果被告人未被被害人集中情绪 也许就不会失控 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也就是说本案被害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付出 始终没有请求被害人家属谅解的杨茂军会得到怎样的处罚 刑审现场本期节目 轻信杀人的少妇正在播出 刑事部分的法庭调查结束 下面开始本案附带民事部分的法庭调查 陈萧燕的家人向被告人杨茂军提出31万5千元的赔偿要求 为个人杨茂军对复担民事诉讼原告人要求你赔偿经济损失 这个诉讼请求你有何意见没有意见 首先你愿不愿意赔吗愿意赔 其次你如何赔卖房子 你的房子是你一个人的还是其他人的 这是我一个人的 你一个人的 你小孩呢 这是小孩吧 爸爸嘛 他们居住在哪里面 我们居住在一起的 居住在一起的 对 你其他有没有存款啊 什么不动产或者动产 对 杨茂军和被害人的通话清单勾起了被害人丈夫的回忆 他相信直到去世前 妻子只爱着自己一个人 就说过来也有感情嘛 想看看对方嘛 因为当时没有 我去上网 上网的时候他是手机上网嘛 就是手机不支持 后面我在网吧里 我又回来了 然后他又跑到网吧里面去了 就想想开一下 开一下 不想开一下 觉得这是一种安慰嘛 他认为妻子开朗的性格容易轻信他人 给了不轨之徒可乘之机 性格比较开朗 特别是为人比较好 就说对老人啊 或者对朋友都比较好 民警的一次走访 证实了被害人丈夫的判断 陈萧燕对于杨茂军疏于防范 现在能不能确认杨茂军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呢 和平时和陈接触的这些人 我们全都赖这个 大家都说他们只是有一定电话上的联系 实质上的关系 大家都不信 这些也有可能是他想抵赖这个事情 减轻他的罪情的这种说法嘛 因为陈已经死了 他随便他怎么说 也是一种死不对症的说法 法庭辩论 现在进行法庭辩论 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公诉人认为 杨茂军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被告人杨茂军 以琐事与陈小燕发生冲突 杨茂军掐陈小燕的脖子 武器面部 自其分泌 并点燃陈小燕的衣物 逃离 从而将陈小燕烧死 在燃烧过程中 蔓延至乡邻的房间 给他人的人生和财产造成了损失 客观真实的证明了 被告人杨茂军犯 犯火罪 故意杀人罪的整个犯罪过程 也充分证实了 本院启示书 所指控的被告人杨茂军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通分 被告人杨茂军 你有无辩解意见 为什么 变化人认为 杨茂军只是把被害人掐昏 属于杀人未遂 可以对杨茂军减轻或从轻处罚 第一 被告人杨茂军 故意杀人 因医治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 是犯罪 未序 关于这一点 公诉机关的起诉书 已欲要确认 第二 被告人杨茂军 自愿认罪 其如实 公诉自己的罪行 依法可以重新处罚 变化人认为 造成本案发生 被害人有一定过错 试想 如果被告人未被被害人 踢中情绪 也许就不会失控 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也就是说 本案被害人在一定程度上 也有雇促 顾望法庭根据被害人的雇促 相应减轻对被告人的处罚 辩护人希望法庭 对于杨茂军 窘迫的家庭状况予以考虑 另 被告人 杨茂军的母亲已早逝 父亲是一个已满八十岁的老人 常年患有肺气肿等疾病 需要人照供 杨茂军现上有一非婚生子 现年十岁 需要人抚养 在杨茂军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 整个家庭的主要收入 均来源于杨茂军 现一杨茂军被采取强制措施 老人 孩子的生存 已嫌入了十分紧迫的状况 故本辩护人 往法庭在量刑时对其家庭情况予以考虑 公司人认为被害人不存在过错 那么从中上 从整个犯罪事实来看 杨茂军的犯罪动机可以说是极其卑劣的 犯罪手段是极其残忍的 那么作案后果 甚至是不计后果 那么从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 杨茂军不符合刚才辩护人所说的这种情节 这是第一个也就是被害人过错的问题 第二个关于辩护人所说家庭困难的问题 那么公司人认为辩护人所及的家庭困难 与本案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 杨茂军一直没有请求得到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举证制措之后就没有为自己辩解 在最后陈述时他会说什么呢 下面由被告人杨茂军做最后陈述 杨茂军你最后还有什么像法庭说的 没有说的 今天的庭审到此结束 下次开庭时间另行通知 现在休庭 法警将被告人杨茂军压回原家场所继续积压 2013年8月12日 四川省梅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茂军 犯故意杀人罪放火罪 罪名成立 被告人杨茂军一人犯恕罪 应当恕罪并罚 经查本案并无充分证据 证实被害人出于故意 实施违背社会伦理或违反法律的行为 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或者正当利益 引发被告人实施犯罪 或者激化加害行为危害程度的情形 故对辩护人提出 被害人对犯罪的发生 具有一定过错的辩护意见 不予采纳 判决如下 全体起立 一 被告人杨茂军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犯放火罪 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生 决定执行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生 二 对被告人杨茂军限制减刑 一审判后 被告人杨茂军服从判决 没有上诉 杨茂军杀人放火的罪行 难逃法律的严厉制裁 我们实在无法理解他的行为 他失去人性的剥夺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而自己也永远失去了自由 他一直担心惦念的十岁幼子和八十岁的老父亲 也就失去了他这个预考 只有对法律 心存敬畏之心 生活才会在正确的轨道中 前行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积极下周评设现场